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非常腹黑的希望通过努力把后者变成前者 当然不是为了教唆你穷三代会议生 依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馆中溃报》 对精彩分成的摄影世界了解一二 动不动心呢 您自己决定 我们FU将来总要做数码相机的消费者报告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点入门知识一座铺垫 说深了呢 普通消费者可能会听得云里雾里 说浅了呢 又会被专家极客们所耻笑 这回呢 也是试着挑战一下这个度 了解我们的朋友都知道 和技术细节比起来 FU更重视的是消费观点和理念的传播 本期呢 你会听到关于单反和微单选哪个 器材档和技术流谁更占理 直出与后期PS哪个更重要 穷角色到底有没有机会逆袭 等等很多独到的消费观点 我们身边呢 总有一小撮 手捧几万的单反 坐拥N个镜头 满口专业术语 旅游的时候长枪短炮出现风头的贵族 找他们请教问题呢 言谈话语之间流露着巨大的优越感 在他们眼里边 我们的手机好像只能叫捏个影 他们那才是真正的摄影 仿佛玩的不是同一个游戏啊 每到遇到这种人 你可以直接一个问题丢过去 你知道什么是单反吗 如果他支支吾吾的回答就是能换镜头的相机 那么你就能反隔一击嘲笑他了 因为啊 同样能换镜头的微单并不属于单反 所有人都有资格玩摄影 他并不是只属于有钱人的专利 或者是高不可攀的神秘知识 画画可能还需要点功夫 摄影无非就是把当时你看到的场景 咔嚓一下留下来 这谁不会啊 所以不要有崇拜感和畏惧心 只要有手机 人人都可以体验摄影的乐趣 打碎摄影高大上了神话以后呢 我们也不得不说 入门容易 但是想要精通还得苦心钻研 很多人都经历过与好友们开心出游以后啊 看着别人一张一张精彩的瞬间 而自己攥着SD卡 宁可说忘了带的那份屈辱 很好 这说明你起码已经有了追求上进的那份原始驱动力 照片不仅可以像流水帐一样 真实的记录生活场景 好的作品呢 还能够把画面提炼和升华 大家看看这些优秀的作品 它们所传达的意境 可能比我们身临其境还要震撼 但注意 摄影的本质不是攀比和炫耀 而是随时随地记录身边点滴啊 每个人都应该去做自己的私人摄影师 你的故事只有你自己写才最精彩 不夸张的说啊 掌握了一定的摄影技巧以后 所有的生活回忆就不再是平淡黑白 而是绚丽多彩 此时你难道不应该那下心来 听我们去点破那其中的奥秘吗 一切的原点还要回到我们初中 没有逃掉的那堂实验课上 请同学们翻开初中物理第二侧的小孔成像 确实太神奇了 小孔暗核就可以把远处的景物倒立着 呈现在白板上 原理呢 这里就不多讲了 事实上你能想起这个实验 我已经很感动了 这种自然界不起眼的现象 人们总觉得可以利用它做点什么 1827年 一个法国人发现了一种很牛叉的化学材料 这种材料只要用光长时间的照射它 它就会留下这些光的影像 这种材料叫做感光材料 那么如果把感光材料放在小孔成像的位置 会发生什么呢 对 世界上第一张照片诞生了 感光材料就是胶片 小孔就是镜头 暗核就是相机的机身了 后来的相机越来越复杂 但是原理一直没变 怎么样 搜医对吧 什么是单反 回忆一下我们刚才讲的相机原理 你不难发现 这个小孔不能是一直开着的 不拍摄的时候要把它关闭 否则相机走一路拍一路 所有的光线都混乱的照在胶片上 那就乱套了 那问题来了 如果小孔关闭 我们要怎么取景呢 也就是怎么才能提前看到我拍的画面呢 这就需要加装内部反光设备来解决 红线就是光路 平时光线被一块反光的五龙镜折射到取景器当中 当拍摄的瞬间 反光镜弹起 让光线照在后边的感光材料之上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曝光 以后再落下 恢复取景状态 你按快门的时候会听到咔嚓一声有没有 那就是反光镜弹起的声音呀 曝光的一瞬间 你的取景器是黑的有没有 那就是光线全都照向了感光材料了呀 这就是单反 全称是单镜头反光式照相机 单镜头是针对以前的双镜头取景而言的 反光式呢 指的是反光式取景 现在的V单已经摒弃了反光式取景 全是电子取景 所以它不是V型单反 V单更应该是V型单镜头电子取景式照相机的简称 更应该叫做单电或者是V单电 在讲什么是单反的时候 其实已经连带出了快门的概念 它原指控制曝光与保持黑暗 挡在透光小孔后边的那个门 在单反的时代 它同指控制光路的那一整套机械反光系统 快门速度 快门打开的时间长短 也就是曝光时长 这个时长呢通常很短 正常照相的时候 快门速度一般在125分之一秒左右 速度快的可以达到几千分之一秒 那20分之一秒甚至是长达数秒的长时间曝光 我甚至都不应该觉得叫快门了 应该叫慢门 这个时间啊 人手非常容易发抖 感光元件可是会记录所有快门打开时候的所有的进来的光线 照片呢就会虚掉 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上三脚架 上了三脚架 相机是稳了 那如果你拍的物体是静止的还好 万一是动态的 那不同速度的快门会对照片产生不同效果的影响 这个就是慢快门的效果 这个呢是快快门的效果 想要达到这种效果 起码要四千分之一秒以上 想要达到这种效果呢 起码要0.6秒以上 调整快门的速度 不光会产生这些效果 还有一个连带的副作用要注意 快门时间越短 整体的进光量就越少 拍出来的照片理论上就会比较暗 快门时间越长呢 整体进光量就越多 拍出来的照片也就相对较亮 这个原理啊比较好解释 光可以想象成粒子 时间越长通过的光粒子就越多啊 可能你会想 啊那如果我想用很快的快门去拍摄一张很亮的照片怎么办呢 有办法 我们可以通过调节光圈来解决 小孔成像里边的那个小孔就是光圈 光圈呢都是在镜头里而不是在相机里啊 光圈这个小孔是可以调节大小的 光圈大小是用几分之F来表示 1.4分之F 2.8分之F 4分之F 8分之F 11分之F等等这样的数值来描述 注意不要忽略分支这个分号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 F是焦距 类似于一个定值那么1.4分之F是很大的光圈 32分之F其实是很小的光圈 尤其是专业人士们啊 沟通的时候经常省略这个分号 他们会突然的对你说 哎5.6的光圈太大了调小点吧 你要是调成2.8的那就闹笑话了啊 光圈大小对于照片有什么影响呢 光圈就好比是小黑屋里边的窗户 快门就好比是窗帘 窗帘打开的时间越长 透光量就越多 另一方面呢 如果窗户足够大 哪怕是窗帘打开的时间短一点 也可以产生相同的透光量 所以控制透光量是光圈一个非常重要的用途 这个是高手们计算过的啊 有定律的 比如说1.8光圈加上五百分之一秒 四光圈加上一百分之一秒 以及八光圈加上二十五分之一秒 这三个曝光参数的组合 所获得的曝光量是完全相等的 这个东西咱们普通人是背不过来的 知道原理呢就OK了 如果这样的话 那光圈岂不是越大越好吗 要注意 大光圈也会产生一个副作用 光圈越小 远处和近处的景物都会很清晰 这叫做景深广 照我风光片反映大场面的 就要用小光圈 那光圈越大呢 只有你固定对焦的那个距离 还能保持清晰 其他在远一点或者在近一点的景物 都会很模糊 这叫做景深浅 那如果你的作品里边 想凸显某个个人或者是物体 虚化周围的景物 就一定得用大光圈 大家看看啊 大光圈拍出的照片往往很有味道 非常适合拍人像和美女 所以大光圈的镜头往往是爱好者们追求的极品 刚才那个问题再进一步 如果我需要抓拍 也就是快门时间很短 但是我需要小光圈 尽量保证所有的景物都很清晰 那又想拍出来明亮的画面怎么办呢 单反三江克最后一个出场的 感光度来了 什么是感光度 ISO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神奇的感光材料吧 感光度呢 就是感光材料对光线的敏感程度 在胶卷时代 感光度是由胶卷的制造时候 采用不同的配方笔决定的 在那个时候啊 感光度是胶卷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数码时代 感光度是可以通过电子手段调节的 常用的感光度有100 200 400等等 越高代表对光线就越敏感 感光度对照片的影响是整个教程的重点啊 感光材料对于光线的敏感程度越高 意味着很少的透光量 就可以生成比较亮丽的照片 理论上呢 高感光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但是但是 高感光度又有一个副作用 如果你没有控制好透光量 透光量一旦超过一定程度 太敏感的感光材料反而会毁了照片 产生噪点 在这组测试当中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随着ISO的提高 噪点也越来越多 为什么会产生噪点 这个就是我们数码相机上用的感光元件 简称CCD或者是CMOS CMOS上是一个一个感应光线的点传感器 密密麻麻的 记录着每一个点的颜色数据 那么一个CMOS上有多少个点呢 买相机的时候 厂商会告诉你 这台相机的像素分辨率是5184乘以3456的 也就是说CMOS横向有5000多个点 纵向有3000多个点 总数约有1790万个 号称1800万像素 在一个火柴盒大小的面积上 花1800万个点是什么概念 那意味着点和点的距离非常非常的近 密度极大 拍摄的时候 光就在这个CMOS上成价 光子就好像无数个不同颜色的小喷枪 在上面做画 感光材料对光越敏感 稍微一喷就上色了 对光不敏感呢 喷多一点亮也能够上色 别忘了 光除了粒子也是波 喷的量稍微一大 时间一长就开始乱跑了 再加上电子传感器的点点之间 由于温度升高 电子更加活跃 也会相互产生干扰 结果就导致很多地方记录不准的颜色数据 产生噪点 这可是我绞尽脑汁想出的这个比喻 严不严谨 专家们就不要深究了 总之要先明白噪点是怎么产生的 才可能知道如何去控制它 噪点是目前影响照片成像质量最大的敌人 是需要摄影师和摄影器材通力配合才能解决好的一个重要课题 噪点的问题解决起来有三个方案 方案一 降低像素数量以保证像素密度没有那么大 那点和点之间就不会被相互干扰 这确实有效 但不是非常的可取 降低像素数量也会牺牲画质 很多人会心有不甘 方案二 像素数量不变 增大CMOS的面积 这也可以让像素密度降低 这个方案很靠谱 所以说买相机一定要买CMOS面积大的 方案三 如果像素数量不想降低 大感光面积的相机太贵了我又买不起 那么最好是降低感光度来拍照 事实上当你买完一台相机以后呢 才发现它的噪点控制不理想的时候 也只能用这个方法了 小结一下 快门光圈和感光度是拍摄最重要的三要素 它们之间精妙的配合是决定照片成功与否的关键 讲快门的时候呢 我们顺带讲了曝光时间对照片的影响 讲光圈的时候又讲了如何进行趋时的结合 ISO感光度里边又重点讲了 噪点和增大相机感光面积的必要性 那用一根练习 检验一下大家的掌握情况吧 A说 我想抓拍一瞬间的动作怎么办 B回答 请您把快门调得最快 A说 可是这样透光量又不够 照出来的相片很暗 B说 那么请把您的光圈调大一些 A说 可是我希望整个画面都尽量清楚 不用用大光圈 B说 那你就把ISO感光度提高啊 A说 可是ISO足够高的时候 又产生了很明显的噪点怎么办 那你就应该去户外阳光明媚的地方去拍 可是我只能在晚上光线不好的时候偷偷暗处去拍怎么办呢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香港狗仔队的照片都是噪点严重模糊不清的原因了吧 镜头大大小小成百上千种 单反呢 也是因为可以灵活的更换镜头才流行起来的 不同的镜头肯定是有不同的用处 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镜头最主要的作用是容纳了小孔成像当中关键的那个小孔 小孔也就是光圈 光圈大小对成像的影响我们已经讲过了 镜头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控制小孔与相机CMOS成像位置之间的距离 也就是焦距 焦距的调节原理和望远镜是一样的 焦距越长你看到的距离就越远 但范围也就越小 焦距越短看到的范围就越广 所以呢 短焦距镜头也叫广角镜头 色伙们所说的射阅打鸟 这些都得用超长焦镜头 你看赛场旁边的那些记者们 它们都是远远的用大长焦 这样皮球下面的草皮翻起来都能够拍得一清二楚 那如果你希望反映大场面就要用广角 拍建筑物广场人群 如果你的视野范围不够大 照片就不行 你进凡尔赛宫 没有广角镜头会让人郁闷死 所以光圈和焦距也是镜头两个最重要的指标 海量的镜头群也是因为焦距和光圈不同而不同 焦距是分段的 18-55是焦距在18-55毫米之间 2740就是24毫米到70毫米的焦距 佳能比较有名的镜头组 大三元就是16-35 24-70 70-200三环镜头 有了这三个镜头 就把大家平时拍摄所需要的焦段都覆盖全了 而光圈是可以由大变小的 F2.8的镜头可以轻易调成F4 5.6 8等各种小光圈 也就是说一款F1.8的大光圈镜头是可以向下覆盖的 所以镜头的光圈每大一集价格就要提升好多 外出游玩的时候 希望只在一个镜头就实现一镜走天下是不太现实的 有个笑话 一个摄友在内蒙古草原上发现了罕见的马群远处奔腾而来 马上换上大长焦想拉近装拍 等换好镜头以后发现马群已近 又赶快换广角镜头想拍波澜状况的场面 等广角镜头换好以后 马群已过只能拍几张马屁股完事了 即使是号称最强焦段的28-135 覆盖范围也够多了吧 广角拍补出来16焦距的场面 长焦又远处的小鸟拉不过来 也是高不成低不就 除了光圈和焦距这两个指标之外 老手们口里还有一个很玄的词 叫镜头素质 镜头素质指的是哪些 沙战祥老师的七字真言 像 清 亮 云 准 视 小 像 要真实反应 不能产生畸变 清 细节清晰可变 不能含糊不清 亮 通彻透亮 透光率要高 云 成像要均匀 不能有中间强四周差的现象 准 对光圈和焦距的控制稳定 要足够准确 是 手动调焦阻尼要适中 太松太紧都会导致定位不准 小 在以上指标达标的情况之下 尽量选择小巧轻便的 比如说市面上嘉能镜头 EF70-200F2.8L 就是明确的标明了 这是一款嘉能EF标准卡口的 焦距在70到200毫米之间 光圈最大2.8的 L级也就是高级镜头 这也是被摄友们爱称为 小白的一款经典镜头 参数可以一目了然 而镜头素质就很难形容 总之您大体记住了 嘉能的好镜头会带一圈红圈 尼康会带一圈金圈 见到这两个圈 镜头素质都不会太差 大家在看到别人照出了好照片 心中潜意识都会归结为 我自己手中的设备不行了 而不会去想是技不如人 这也是人类常见的归因逻辑 于是就有了烧钱买好器材的冲动 好器材到底对好照片能有多少影响呢 我们就分析一下一张好照片的成功因素 看看有哪些是跟设备相关的 摄影的第一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要决定什么时候 关起你的相机按下快门 成天质量和技巧运用都在其次 懂得时机和有发现美的意识 才是最为关键的 比如说这张最著名的照片 时代广场胜利日 有什么技巧可言吗 但是它把日本投降 二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 人们喜悦的瞬间 永远的凝固下来了 这是一张信手拈来 这样的景物大街小巷 鸡脚嘎栏俯手便是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的 即使我们有了好的器材 也可能一路下来都不知道有什么好拍的 最后拍几张机器照 抱着天涯海角举个夜 完事了 而很多有意义的事物 此时已经从我们身边溜走 这是器材所解决不了的 第二个要素是精巧构图 我见过拿着5D3拍标准旅游照 还总把人放在中间的例子 基本的构图技巧 咱们必须要掌握一些吧 一般人到了景点是这样的构图 而有些则是这样 构图反映了你看待事物的视角 打破常规独具匠心才是照片之所以成为好作品的原因 很多平凡之物因为你换了个角度去看就变得不再平凡 当别人这样去拍一个事物的时候 你能不能想到要这样去拍呢 当你发现了精彩瞬间也找到了合适的构图 其实随便一个人到了这个位置也能拍出和你一模一样的照片 那么在这两者之上就是你要进行你的艺术创作了 这种创作就是你要思考如何对眼前的画面施加摄影技巧 这些技巧包括虚实怎么结合 长焦广角如何运用 色调和光线如何拿捏 甚至有些时候要忘掉一切规则尽情发挥 清楚的照片谁都会拍 但主动选择哪些清楚哪些不清楚 这就是作者对照片的理解的体现了 叙事结合能够让主体更加突出 观众注意该注意的而忽略该忽略的 月亮普通人拍下来就是一个小白点 但如果你用上超长焦把月亮充满整个镜头 再拿很远的人或者是树作为参照物 这就是很好地利用了长焦的特点 想反映宽广红尾 用再大一点的广角镜头也在所不惜 甚至有时候都变形了 反而会让观众感受到雄伟和壮丽 不同的色调一定能够给观众传递不同的情绪 主动删减选择色调能够让照片更有意境 安详宁静难道不该用蓝色来表达吗 旧师的回忆就应该是微微泛黄 这张反映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对家庭的残汉 黑白色调和点光源的运用最能使人震撼 而巧妙的用光以及光所产生的阴影 则能让拍摄的物体产生莫名的变化和味道 有些特殊的时候 为了表达意境 你甚至要忘掉学过的那些规则 大胆创新 比如说谁都知道拍照最起码应该能够照清楚 但是我在拍摄这张日本街景的时候 脑子一瞬间感觉像穿越到了六七十年代 梦境肯定是模糊的 于是就有了这张主动虚焦 事物就摆放在那里 清晰记录不难 难的是给我们表达想法的机会 只在这画面的方寸之间 所以我们要高度凝裂 使用很多技法 暗中传递我们想要展现的 让观众能够get到 更多静止画面之外的东西 读懂我们 这才是摄影的魅力所在 在这三个决定照片好坏的关键因素当中 发现和构图 跟你的器材好坏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第三项艺术加工再创作 更重要的也是你的脑子里面 要先有想法和灵感 然后才看设备器材 能不能跟上你的想法 可笑的是 很多时候你想要的画面 你手中现有的简陋器材 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只是你没有充分了解器材的使用 这时候归咎器材去买更好的 不怕还造成那副德性 连理由都没得着了吗 所以摄影圈里面有一个共识 相机后面的人头 永远比前面的镜头更加重要 修炼完技巧以后就要考虑买器材了 但刚才我们已经讲过 永远不要指望器材来提升你的照片水准 而应该是在 我本来想拍成这样的效果 但是器材实在跟不上的时候 在考虑投入和升级 手机、卡片、微单和单反这四类相机 其实就是在追求简单便携 还是极致专业的轴线上 它们不同的定位 手机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外出携带设备 用它来拍照自然是不用付出任何的负担 它讲究的是简单好用傻光化 最好是自动适应各种场景 在此基础之上 尽量顾及更好的画质和更多的条件选项 大家不要因为手机的画质差一些 就看不起手机 对于突然发生的事件 手机拿起来就能拍的特性非常之关键 它不会让你漏掉任何想拍的瞬间 试想 旅游当中突然遇到了小鹿跑过 蜜蜂踩花 白鹿展翅 你的单反还得从包里边拿出来开机 再打开镜头盖子 即使正好处于工作状态 没准所有参数还是拍上一张照片时候设定的 这时候专业的相机拍出来的照片质量 可能还没有手机压呢 有一个朋友就懊恼的发现 每次出去玩 抓住那些有趣瞬间 有韵味的神态都是手机 单反拍的照片反而焦肉造作 缺少灵性 导致它都不知道以后外出该携带什么了 卡片机只是在兼顾移动变形的同时 加强了一点专业度 而在手机成像发展一日千里的今天 卡片机大部分市场被手机以及 手机外加镜头来替代是无法逆转的现实 下面就说一说单反和微单这类准专业设备 它们和手机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提供更好的成像质量 以及给你更多的拍摄技法的选择 当然价格也要贵很多 记住这张SO消费曲线 价格和你获得的产品性能永远不成正比 产品越高端 你可能就需要花费几倍的价格才能得到那百分之几的提升 相机就是遵循这个规律 解释一下成像质量 先要声明 我说的成像质量可并不是指清晰度 我知道清晰度也就是像素数量是大家最容易懂的参数 1600万像素那一定是比800万像素的清晰呀 但实际上像素到一定程度就够了 你看哪个摄影大赛的评审是拿放大镜去看的 你朋友来你家去翻开相册 谁会在意照片细节上那几个像素点呢 成像质量更多的是指暗光处有没有噪点 亮光处有没有层次 也就是说该拍出来的细节是不是没有拖泥带水 降乎一团的很利落的表现出来了 这不能看像素数 而是要看CMOS成像面积够不够大 这就是专业老鸟基本不谈像素数 只有新手才攀比像素数多少的原因 想过门吗 先从改变这个观点开始吧 好相机自然有更大的成像面积 也就是画幅 甚至是画幅大小 可以说是区别相机档次的重要依据 那么一台全画幅的相机 是不是就成功了80%呢 更贵的相机除了画幅 可能还在以下这些地方表现得更加优异 好相机会有更广的感光度范围 可能支持ISO2万以上 更好的控造技术 在ISO1万左右也能很少有噪点 更快的快门速度可以达到八千分之一秒 这可以让你拍子弹了 更多的对焦点 画面上想让哪里清楚就点哪里 更快的对焦速度 当你抄起相机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 焦已经对好了 而不用调来调去的拉风箱 更快的连拍速度 按下快门就像机关枪一样 把G6永镜进入水的那一刻 不管3721先拍下来 连拍要是速度足够快 总有一张能够拍好 最最重要的是 拥有质量更高的镜头群 比如说你喜欢用50毫米焦距 1.8大光圈去拍人像 那么这个相机的50f1.8镜头素质怎么样呢 会不会被网友们所诟病 拍风景 这相机用的16毫米广角是不是足够经典 这些都在你买相机的那一刻已经决定了 此外 随着最新科技的渗透 有一些很实用的功能 比如说WiFi 可以用手机远程监控画面之外呢 而且拍的怎么样 小屏看不清楚 直接就能在PID上打开放大查看了 选这屏幕 如果你想来一个超低视角 本人又是女生穿着裙子的话 就知道这个功能有多实用了 录像防抖和实时对焦 有了它就能让你的单凡 也成为一台非常赞的摄像机 这么多的功能和提升 非常遗憾的是 狡猾的商家并没有高大全的 集中放在某一款机型之上 很多人说 我想买一台相机 需求就是平时出去旅游的时候拍拍景 看见鸟了 打打鸟 再拍拍家里的小孩和宠物 偶尔也扫扫街 拍一个小资情调 抓拍个小美女什么的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相机呢 对不起 砸多少钱也没有一款相机 能让你一旦拥有别无所求 残酷的现实是 经常一台相机什么都好 就是某一项不行 所以选择相机的过程 就是认清自己的需求 内心反复煎熬和取舍的过程 你要问清 自己到底平时拍什么片子都 内心热爱的是美景还是人像 喜欢反映生活细节 还是想体现建筑物大场面 必须要确定一个 国际上的摄影大师往往也都只敢说自己精通某一方面的摄影 第二要深按各个设备的优缺点 这就要平时多看论坛 多看我们的评测了 第三要跟从内心 往往一些冷门的逻辑能够指引你做出最正确的决策 比如说一个朋友一定要买一个大个的单反 我说你选的这个入门单反还不如选一下微单呢 他说不 理由是姑娘看见你拿着微单 衣服都不带脱的 我喷饭之余 除了深深自责对用户需求把控还不够之外呢 也非常的认可他的逻辑 这就是对他来说最正确的选择 还有很多朋友选择尼康或者加盟的某款相机 就是因为周围朋友有很多可以适配他的镜头 有需要的时候拿来就用 不用额外的投资 这多么的明智啊 再比如说我们团队需求就是天天蓬拍产品 就选择了一款全画幅里面最入门的 带WiFi可以随时查看照片 再有点钱呢 就投在微距和定交镜头上 这款相机外出携带太沉 对焦很肉 录像的时候不跟焦 镜头又不够广 所以外出旅游和录像的时候都不太适用 但根据你的需求 有所得也有所舍 这才是最合适的选择 对于那些刚刚入门 还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朋友 怎么办呢 我建议您啊 手机永远是您最忠实的背机 此外呢 选择一款两三千块钱左右 入门级的微单拿来练手 微单可以让你充分的研究 快门光圈 ISO焦距对于画面的各种影响 反复试验找感觉 当你把微单的功能玩精吃透了 就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相机了 有人担心 微单是不是比单反要差呀 其实我们讲原理的时候就说了 微单和单反差就差在反光式取景器 可是怎么取景与成像质量以及功能性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所以我这里告诉您 现在的微单成像质量绝对不输同价格的单反 而且在便携性外出携带的欲望上都是单反望尘莫及的 当然两三千块钱的微单肯定是要被七八千的单反秒杀 这也是很合情合理的呀 另外有人担心拿微单逼格是不是不够啊 这也不一定 微单作为新鲜事物 社会认知会越来越高 人群当中别人用单反 你用微单迟早会被识货的人认出来 综上 你只需要考虑一分钱一分货就行了 脑子里边不要再有微单和单反的门户之间 它们本质上就是一类啊 有些人认为原始照片 那才能叫摄影 而有些人认为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后期 很多摄影大赛都是严禁后期PS的 而英国摄影师Rosey Harley说 自己拍照从来只是拍原始素材 一切照片都等着在电脑上慢慢去处理 谁对呢 其实啊 对于我们不搞新闻即时的普通人来说 没有必要坚持一定原片就非常的完美 好的后期能够增色 也能够挽救不少前期拍坏的片子 那些反对后期PS强调真实性的人 其实他们手中的相机常用的HDR 色调风格主动降噪等等功能 本质上也都是相机里边内置的PS程序 一边用着一边还反对后期调整 那这有点顽固守旧了 我身边一个最古老的胶片玩家 也对我手机里边拍机体照的时候 可以随便换头的功能很是感兴趣啊 那既然PS非常的万能 有噪点可以后期降噪 曝光差可以后期调整 光差错了也可以后改虚实 色彩淡一点那就再丰富一点呗 那是不是说我们就完全可以不用买好的相机好镜头 一切靠后期来搞定呢 也不是有些过曝太暗脱胶大逆光取景不全的片子 后期就是神也弥补不了 把丑女PS成美女不是不行 甚至你凭空画出一个美女来都没什么问题 但这样有意思呢 如果后期处理脱离了真实 就失去了摄影的意义 所以这个度取决于你对真实的理解 总结 今天的结论呢就是没有结论 本期报告重过程而不重结果 既不是教大家怎么拍照 也不是告诉大家买哪款相机 而是对摄影器材很多原理性的东西 和经常争论的话题进行一个浅显的梳理 受之以鱼不如受之以鱼 原理明白思路理清以后呢 其他一切才会水到渠成 今天讲的东西 我们在未来的相机报告里边 不会再赘述 请大家尽可能的深入理解 希望本期节目可以为那些有心的人 开启一扇窥探精彩盛世界的大门 也希望给那些还处在迷茫选择中的朋友 一双更明亮的眼睛 尾巴 其实摄影和练舞一样 水平高到一定境界呢 就会画大象鱼无形 更在意照片的灵魂而不流于形式 触动人心的永远不是照片的本身 而是照片背后的那个故事 比如说这张 乍一看不知道作者要说什么 但是稍加解释告诉你 突救的习性就是守在冰死动物的旁边准备猎食 这个非洲女孩本应该是父母怀里撒娇的年纪 却再也忍受不了饥饿 照片没有章法 不讲构图 却深深地触动了每个人的灵魂 甚至作者在后来到底有没有救人的追问声中 不堪压力而自杀身亡 这张照片也是平淡无奇 它没有情节 没有高潮 也不是瞬间 但让每一个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感慨 那夕阳下挥洒的汗水就是我们逝去的青春 现在想想 如果能有一张与曾经爱过的人开心吃雪糕的合影 即使色彩差 构图烂 没技巧 被所有人所嘲笑 那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摄影的目的是触及灵魂 这时草木皆是利剑 你就不会在意那器材的一点点优劣了 所以现在 拿起你身边一切能够拍照的设备去发现美好吧 不畏成名 不畏攀比 只为告诉80岁还在翻看照片的自己 歌的一声是一段段精彩的传奇呀 好了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